看一下这地方,基本上布局的方法 第一个其实,因为所谓的relative layout 这边有一个relative,它预设就relative 所以这部分不用改 那我们怎么布局,relative layout它比较麻烦一点 你拖拉的时候,比如说上面会需要 它的画面需要看到的大概将来会有个体本 你们就看一下这个体本 它体本上面会有一个大概完成的参考画面 所以你要布局的,就像这样 上面会有这些标题 所以我们先从上而下,一个一个把它放上去 那比如说第一个,你用标题用medial 把它拖拉出一个 那你会发现relative layout,它有对齐 你要对齐上面跟侧边,放开 它就会有一个位置了 那这里面的文字,你就找到text去用选取的 那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里面的,这个stream里面的 自传支援档 title的话就是什么 请输入一下资料,然后再来底下 再用个medial,然后再来就是foot 那对齐的部分的话,你就对齐上面好了 那位置大概参考一下,那里面的话 自己再去调一下位置 那这边的话就一个test1,对不对 按确定 那就foot出来了,意思类推 那旁边的部分的话,你要放个什么 放个spinner 所以这边旁边要放一个spinner 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spinner的话,比较麻烦一些 你放上去之后的话,要对齐一下 那看要对齐哪里 特别是要是对齐,我们对齐这个foot好了 对齐它 那另外的话大小,你可以调一下 比如太高的话,你可以把height调一下other other大概50左右 其实你将来不调,画面上 模拟器里面看到的会不太一样 50把它缩小一点点,让它扁一点点 然后宽度的话,你看要不要设定 如果不设定的话,预设就可以了 大概用这样子 或者稍微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因为它其实很容易